歡迎收看石屎首記 石屎sr 是 星期初還以為港股應該上升25000 怎料突然間24000也有點慢 市場是否不太行? 沒問題的 又是沒問題? 沒問題 是否挺好? 25000去不到 為何去不到? 突然間地震 只要地震不省的基礎 繼續還會好 當然這次地震會說是人民幣的貶值 人民幣貶值會否幫到股市? 暫時這樣看就好像幫不到 對的 短體兩三天是幫不到的 不過在日本和韓國的經驗 都告訴大家貶值是有利於股市的 特別是一些以出口為主的國家 因為貶值他們會使貨品更加有競爭力 美國2008年之後貶值貶值 撈定了 是 歐洲看見他貶值貶值 又貶值 日本人更貶不貶 澳洲人 起本來起很多年之前 便貶到他 對三個半人錢 即是美金 又貶值 後來推上一個多美金 掛了 最近下跌了 8日、7日 是嗎? 所以這個過程裏面 沒有問題的 貨幣的升升跌跌 如果就算任何的 在一個所謂自由外匯的市場裏面 一般來說是六年一個循環 六年一個循環裏面 產生了一件事 很多經濟學家會介意一件事 叫貨幣的合理匯價值 用什麼呢? 用Prize Parity Comparison PBP那些對比 其中用得最多的就是 麥當勞指數 麥當勞漢堡包 在不同地方賣價值 這件事以前都對的 不過後來就不對了 因為以前所有麥當勞包的物品 產品、原料 一定要由美國供應 所以你由這裡去到 那你的地方不同的匯價指數 就有這邊了 後來為什麼不對呢? 以香港為例 第一,首先是麥當勞的生菜 再不在美國來 由澳洲來 稍後呢 據問一下 不要說我這是什麼事 如有得罪了時 我就是老人痴呆 後來據說 就應由中國來生菜 你想想想 美國來的生菜 澳洲來的生菜 中國來的生菜 價格不同了 牛肉 牛肉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 我不要說 牛肉 是 再其次 你會看到一件事 在這裏的變化 變成麥當勞的漢堡包指數 永遠反映不到問題 港元和美元掛鉤 港元和美元掛鉤 就是在麥當勞指數裏面 港元和美元是相差三十幾% 不明白 是嗎? 本來我跟他掛鉤 港元就等於美元的影子美元 那為什麼麥當勞包都相差三十幾% 不明白 其實不是不明白的 明白 因為指數沒有用 是很簡單 以前曾經有效 現在失效 就是這麽多 就好像我以前 熱十九副頭 現在 都沒有說 是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沒有問題 不是太大的 主要 你一定會有問題 就是人民幣貶值多 等一會再說 好啊 看看市場好嗎 好啊 好了 看看市場 我們看到的就是很簡單 人民幣貶值 就重新掉下來 不過你掉下來這下 都沒有這下這麽厲害 是 不是 所以多小兒科 你這下 都沒有這下這麽厲害 是 都沒有這麽厲害 是 是 所以 會不會試翻那些 試翻哪些 試翻哪些 試翻這位 一定會試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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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是 這裏 之前的事情 覺得不是太好 上陸指數 有什麽跌下 沒有什麽 深淨指數 又沒有什麽 美匯指數 又跌了 是 人民幣 又跌了 又跌了 是什麽 好了 在這個過程裏面 為什麽會恒生指數 這個當然就要分回去 究竟人民幣 為什麽要貶值 這件事 是 好嗎 好 好 儘管看看人民幣 怎樣貶值 這人民幣貶值 的時鐘 最主要一件事 原因就是 為了增強人民幣 對美元匯價 中間價市場化的程度 基準性 人口決定進一步 完善人民幣 對美元中間報價 都不知有什麼 由8月11日起 做市商品每日銀行間收市之後 開盤前 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 收市回率 綜合考慮外匯提供情況 以國際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 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提供中間價保價 似乎不關人行事 還在8月11日起 即現在開波了 是 好了 究竟什麽情況 其實很簡單 你不用看這邊這些東西 看這張圖 這個人民幣的中間價 即是一開波時 每日爺爺定出價 這個是人民幣實際的現貨價 你在這裏看得到的話 由這裏開始 人民幣中間價開來之後 市場不聽你知 很喜歡人民幣 不斷買它上來 為時是什麽時候 2012年開始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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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去 大約是2014年4月初到 死貨了 人民幣中間價在這裏 即是現貨市場價跌這麽多 是 是 那代表什麽呢 這個中間價就是我們所謂的 當它 一叫合理價 那既然是合理價 就是理論上所有交易就在這裏進行 是 即是不是在這裏或這裏 那你就說 為什麽要這樣 這個很簡單 剛剛一開始我不是說過 市場計算了有一個合理的匯率 即是匯價應該在那裏 不過就要六年一個循環 為什麽六年一個循環 因為在六年裏面 只有一天或者一個月 或者一個星期 是那些合理價和現貨價交差 其他日子永遠是不跟 為什麽 市場有市場炒作 是什麽叫合理 很合理的就是 我這裏應該生頭髮 好像你這麽多 是 是 那我曾經有沒有時候 好像你這麽多頭髮 有過 不就在那裏交差點 是 之後的時裝 你繼續有頭髮 我繼續沒有頭髮 是 所以這點裏面來說 一個合理的 跟現實市場是不同的 是 好了 很多人就說 人民幣為什麽突然之間貶值 沒有突然的 你看看 起這個圖 這個是中間價 即是所謂的合理價 在這裏 即是由2014年至2015年 這裏看到 都不是人民幣的實際價 不是中間價附近交易 絕大部份時間是跌低於中間價 是 即是低於合理價 即是反映什麽 反映市場認為 你不應該這麽高 是 是 是 如果市場不應該這麽高 阿爺應該要改的 從善如流 聽人民的話 聽市場的話 所以那些人說 現在人民幣干預市場 唉 對這麽無知 這麽白癡的說法 我沒得好說 因為阿爺 他真正是這麽說的 是 他的是 對人民幣下調了千點 是反映市場的東西 你看看 這裏和這裏 怎知一千點 因為這裏 跌下這裏都是一千點 那你量一下這裏和這裏 是否一千點左右 所以阿爺就說 反正你的市場價格 和我這裏差一千點 即是我的價格浪高了 浪高了之後 我應該怎麽下這裏的價格 是 你不喜歡人民幣 你不認為它應該值這麽高 應該值這麽低 那就下來了 我怎麽要站在這裏 死不悔改 是否 阿爺其實是順從市場的價格 你要降下來 為何你為它干預市場呢 是 所以這個說法 你看完一圖 了解到這裏 你是不是知道 講這裏話的人是白癡呢 沒於事實 阿爺真是這樣的 依從市場所說 是 但現貨價又跟它跌 又跟跌 再跌再跌再跌 能夠來到這裏的現貨價 或者曾經還可以降低一點 是 去到有一日後 現貨價認為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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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回到這裏 那這個是不是跟著市場的步伐走呢 聽到很有道理 簡直很有道理 是 人行是用這裏解釋的 是 你不相信它另計 但很多人就說 為了夠出口 不要這樣說 沒有關係 不要這樣說 為何要夠出口呢 就是因為 根本的價格跌下來這麼多 你上面定的東西 你的出口貨品便賣不出 是 來回這件事 出口貨品不賣得出 根本不是夠 是順應出口價格 是 是嗎 絕對不關舊事 絕對不是夠 因為那張圖真的告訴你 是這樣的 是 有圖為證 之前就認為 你這裏定得太低 你應該去這裏 去到這裏之後 就認為你定得太高 我應該來這裏 是 是不是 中間已經反覆一下 絕大部分的時間之中 都是低於中間價 即是說 阿爺 你人民幣的中間價 你標高了 市場不認受你標高 是這樣的 所以 因為你標高了 所以出口便不好 你低回跌 出口自然會好 但是競爭對手的貨幣 又是跟著跌 沒有問題的 還是救不了經濟 對到某 就是 所以人家競爭 所以跌到某個位置 大家不再跌 那時候我怎樣欠出口 好 好了 在這裏面所謂夠出口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你說 人行為了防止人民幣 會者過度貶值 人行過度強勢干預 跌得太快了 擔心你騰雞 那就弄回來 叫做不好 是不是 好了 再其次的事情 他告訴你 就是 有國家要求外匯管理局 對此下達通知 因為部分銀行 對境內買外匯的較大 兩個指數 喂 不要買那麼快 不要買那麼快 排隊 是 太多人擠在門口 逼倒玻璃門 是 是不是 那麼 人民銀行的央行網 就說 國際銀行之後 經常維持金融的形勢體 當時不存在人民幣匯率 持續貶值的基礎 貶到一個市場接受的價格 當然不用再繼續貶 不過問題 由那裡到市場接受 可能要持續變很久 是 是 是 馬俊說 人民幣必須時候 完全有能力 通過干預匯市 來促進匯率 防止出現非理性大波動 我一直都相信 是這樣的 人民幣貶值 不會引發貨幣戰爭 你看不到這是新華社說的 是 是吧 美國白宮發言人 就說什麼 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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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字化學部 知道嗎 日本央就說 戰了 我們抵了飛彈很久 你現在才抵了 抵了嗎 抵慢 韓國人 是 韓國人就說 什麼都不知道 沒關係 是不是 還有一些當然是 有沒有扁到 有沒有性 那些 零計 這個世界 問題就是 你看哪張報紙 我告訴你 要信哪張 但要信哪張 我 是一件事 信 圖 是 的 而且確 驗貨價 是很多人走路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講這一支 是走路的 為什麼要走路 你看看就要知道 2014年開始是什麼 反貪腐 是 突然之間 拘捕人兼風艇 是 我辛苦經營了這麼久的錢 儲了這麼多的文資文膏 我不要走 是 是嗎 所以 其實 如果我們要看回人民幣 其實 過往幾年 經過這樣走資之後 大家講人民幣 還有很多的外匯 錯了 哦 由於我們 在出口 賺不到太多外匯 即是我們入口 無論是燃油 我們入口無論是糧食 粟米給豬吃的 這個都在用外匯 我賺不到這麼多外匯 即是我洗了外匯 整整一下就是那句 加油二千 每日二千 全無生計 用得幾年 嗯 因此 阿爺 有一些人民幣的戶口 已經是低了 人家再跟著有海外投資 最近這一兩年 投資的速度慢了 嗯 最後跟著 貪官的錢走了 有人約摸計算過一條數 我的文章都引用過 人民幣外匯儲備來講 相差大約2.5萬億的缺口 這個缺口怎麼來呢 就是假設所有外匯 都齊齊退出 是 每一元來投資 你都要給它 它利潤又要拿走 這麼多年賺了很多錢 是 股票賺了的 它可以拿走 是嗎 好 再其次 很多的其他人 他等到這些錢 商家賺到利潤 他都可以匯出去 是 阿爺欠缺了2.5萬億 當然 我們會出現一件事 會不會所有外商 都全部一毫子都拿走 不會 會不會所有的出口商 都提走了錢 不會 會不會所有貪官污吏 都把錢都拿走 不會 是 不過拿不出 是 部份被人抓了 是嗎 沒有抓那些 你以為它換不換 所以大家看到 為何2014年 那天不是貪官 那張圖不用再看 是 記得了 是 會這樣 下回來 而且認識 認識 認識 你犯貪啊 是 有哪一個官 拿錢貪的 是千萬的 這麼少 不是 這些官很有能力 是 是 是 以億計 這樣 所以 阿爺不貶值 怎麼可以 是 是 哦 你家裡有人偷錢 拿走出去 家裡還有多少錢 嗯 所以大家要看看 為什麼新加坡旗子 等等 那樣東西 我早就說 這個可能 可能 不是會被人告的 是 涉嫌有 家賊 洗黑錢的成分 嗯 涉嫌而已 是 因為 全世界很多 都是用 這些這樣的 衍生工具 來洗些錢 嗯 是 就是這樣 所以 來來去去 這個世界 都不要這麼乾淨 好跌的 不要這麼乾淨 每個人都見到 升 嗯 是 當然 你一定會有些小市民 他們很慘 不過現在 你要小市民不慘 就得投資者慘 嗯 是 這麼簡單 因為這些世界 一定要有人炸好數 嗯 是 不是你 就是他 或者我 是 在這點裡面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相信 我這種陰謀論說法 那你就找得到 新加坡旗幟 人民幣要貶成 為什麼人民幣的實際價格 和中間價格 有這麼大差距 都說了 是 看看券商怎麼說 好啊 券商說 未來幾個月 人民幣上下波動會擴闊至2-3% 這麼少 嗯 如果要幫出口 不變得10%都不行 嗯 市場的時候很簡單 市場認為中間價 去到今天開了這裡 中間價在這裡 嗯 那就跌了下來 嗯 接著我跌了下來 好啊 那我明天中間價格就開這裡 小人又跌下來 嗯 那好啊 我中間又開這裡 它又跌下來 中間又開這裡 我又跌下來 它又跌了 又跌了又跌 那你見不到我就受了 是 一跌了下去很多 是 是 所以 誰知道2-3% 嗯 如果真正的出了外匯 出口的 10%以上 日本仔 日圓 都跌了16% 嗯 才刺激出口 所以阿爺 泱泱大國 沒理由不跌10% 嗯 現在都傳說會跌10% 是吧 因為一般來說 你沒有10% 那個價格哪裏吸引 是 是 樓價便宜2% 3% 是否侮辱我 嗯 是吧 起碼要便宜10% 是 便宜10% 便宜我便宜我 所以就不是侮辱我 嗯 因為有時候喜歡買貴的東西 人家喜歡買便宜的東西 是 鑽石就說 啊 買了隻 貴了 樓就當然不是說 這麼貴的樓 可以這麼便宜買到 這個面子問題 是 是吧 不是我給不給錢的問題 好了 澳新銀行一直認為 在一次性貶值 這樣變成中間價錢的地方 怎麼會一次性貶值呢 第二天都又在 中間價又定低了1,000點 是 所以為什麼已經2,000點了 已經4,4% 不過臨到拉尾 嘩 很害怕你是騰雞 管理不了 托托而已 下地人民對 美元回到余測 你要今年年底是6.5 之前余測是6.3 6.5 余測明年到底一步變色至6.6 所以6.5不是中善 我看6.6至6.8左右 最主要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民幣的離岸價格 是 是低了 離岸價格是什麼呢 離岸價格就是 凡歸勞 看你要買人民幣的東西 嗯 你倒岸價格 你自己 央行自己決定 中間價什麼什麼價那些 就是你自己 國內人玩的東西 是 就像我們這樣 你知不知道今天 港匯指數多少 你記錄都沒什麼用 哦 你超級市場買東西 會不會跟你說 喂 今天港匯強一點 那罐日後啤酒便宜一點 是 沒有的 是吧 所以沒有意義的 好 人民幣短線反復 中善長線可以持有 就好像股票那樣 短線反復 中善長線可以持有 但是我想問 中間興奮的時候 你心急 要是心安樂呢 要是急如焚貨呢 是吧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很簡單 你說短線反復 中善長有 持有 我只是這樣說 短線我還生存 中長線我會死 哦 一遍 Forever correct 是 不過沒有意義 好嗎 就是只要看著 它會不會真的彈 再看著中間價 上不上回去 哦 就像剛才這樣說 中間價在這裏 實際價在這裏 第二天中間價 白這裏 實際價在這裏 再跟著中間在這裏 再下來這裏 現在問題就是 這時之中 就到中間價 它說我不下了 上 看這個價格跟不跟回 上 這個價格跟回 上跟回 是 這樣就跌完 但都不是跌完 即是如果你說 它上 這個 我理你都傻了 我算下 這個你下不下 就又要下 是 是 是不是 所以第一件事 市場價格多少 大家難去頂 即是你難去跟 人民幣匯價 圖不是那麽容易 即是中間價定多少 是很簡單 每日你很容易查得到這個 是 你找一張人民幣的價圖 去看看中間裏面跌了多少 有點困難 你只看收市價 意義不太大 是 在現在情況 風平浪靜日子 看收市價 OK 是 是 打風下雨日子 你要天氣報告 天文台如果 不是每半小時 報告一次颱風消息 只是一日告兩次 你都說它 你偷懶 是 因為現在打風 你不是每半點鐘 告訴我 風暴消息嗎 嗯 是 走的都不知道 就是這樣 嗯 不要碰住 最穩陣 我又不是 是嗎 我又覺得 在這些時間之中 就是外面的股市死 是 是 一路過來的時候 都證明了一件事 都說 我講過了 日本和韓國的例子 扁了值之後 兩地的股市上升 頭幾天跌 拉密的日子上升了 是 現在升了相當長時間 最重要是扁值扁得多 哦 現在只是扁了2-3% 又誰用 嗯 是 10% 哦 那就很好 如果10% 之後我們會看到 有假設 不要變成10% 一定收益 又不是的 變成10%之後 而出口是多了 嗯 出口多了 因為中國有時候 出口都會多 出口高鐵把跪 有什麼用呢 是嗎 還有一件事 大家都問 可能不太清楚 原來全世界很多橋 是中國人建造的 哦 現在美國三藩市 將會建造一條橋 可以抵抵到8.3級地震 那個標 中國人拿了 是 美國人都會點不到 中國人的氣 嗯 便宜吧 不是便宜的問題 哦 是 頂8.3級地震 你以為要找陰獅子 去墊造橋 等嗎 嗯 是 你做不到的話 要賠的 嗯 還要有這條橋 鎮完之後 要立即可以是用的 哦 即是說 不要告訴他 中間會斷了 是 因為這條橋 哇 你斷了之後 那些東西 物資救援怎麼去 是 嗯 是 要求8.3級地震 都震不爛這條橋 這個不是便宜的問題 是做不做到的問題 是技術問題 嗯 是 所以在這點裏 中國人都做了 不過肯定是 為什麼呢 美國人都做不到 應該掠他的水 哦 是吧 你反正做不到 100元你也做不到 不就收到200元 嗯 你喜歡給他100元 那麼8.3級地震 震完之後 就慢慢去收拾 組織 嗯 可能其他國家都做到 當然做不到 哦 都不行 如果真正做到 其他已經去必做了 是 嗯 是不是 因為 要求這件事 很簡單 就是 當然你說 其實他可能做到 不過不是這樣價錢 是 是 就要便宜 對 在這點裏面來說 如果慢慢這樣的話 你很多的錢 會賺到回來 是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 當然 我剛才說 除了貪官污吏錢出去之後 不要忘記 過往兩年 中國在外面投資很多 是 投資很多 其中一件事 買了一間煙肉廠 是不是 哦 是不是 那 你去買了之後 遲些少 這些 賺回來 嗯 賺回來 那這裡沒有東西 賺 是 一路一大 一路投資很多出去 是 這樣的情況之中 便可以了 嗯 不知道 不是短線的事 所以 是不是中長線可以持有呢 是 是 嗯 總之 人民幣貶值 對 理論上對大家都好 是嗎 嗯 又不是理論上對大家好的 你現在拿了人民幣當然不好 哦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中長線 這些通常都是這樣的 要為國捐軀的 嗯 中長線好便 算數 好 謝謝石sir 好的 想重溫石sir的手機囊 歡迎登入HKET.com的短片區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